拿到阴帖的卫英马不停蹄 投入傀儡的研究中去 蓝战给聂明爵写信 请他把世家在乏温战争中抓到的傀儡送到云深 蓝家弟子将傀儡驱赶进一座山中 给卫英做试验场 在山里待了快半个月的卫英 终于能熟练用一根笛字操控傀儡群了 果然有了阴帖 才能克制著用阴帖练出来的傀儡 卫英不禁感叹天意无常 如果不是一夫人把阴帖带到云深 又交给了温氏 蓝家的阴帖或许早已落入温若寒之手 那他现在就只能对着 一手炮制出来的阴帖傀儡局束手无策了 他还想继续经练技艺 但蓝战早等地望眼欲穿 派人过来寻他 上山的弟子看见卫英坐在河边那梁 背后一匹莽头莽脑的驴子 正在啃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叶 卫公子 这驴 卫英离开云深的时候可没有带着火 云深弟子习惯不行和遇见 很少坐车或者用坐骑 我在山下买的 还没给钱 让蓝战去付账 卫英走的不是正统修炼路子 不善遇见 为了山上生活做事方便 就在山下某龙户家牵了头驴子 讲好之后给钱 但他最近忙着操练傀儡 把这事给忘了 那户人家竟也没有人来讨账 实在有点心大 至于让蓝战付账 卫英已经习惯了 脱口而出 反正他是没钱的 手上但凡有点银子 不是买酒就是买福职 要么接济贫困人户 总是存不住的 在家的时候 魏晴要严格控制他口袋里的银子 到了云深 多半时候钱袋子蓝战会 跟他一起出行 他在前面买东西 蓝战跟在后面给钱 所以散漫史前的卫英 常常会忘记买过什么 有没有负账 报信的弟子和助手的弟子 互相耳语了几句 报信弟子联想到自己此行任务 正色道 您买驴那家的女儿跑上山了 可能遇到了邪碎 您就他一下吧 卫英想起那家的女儿 看起来年纪不算小了 却痴痴傻傻一副孩童样子 如果真的走丢了 怕是连普通的求救呼喊都不会 于是他顾不上细想 弟子话里的漏洞 召集留在山上 看管傀儡的蓝氏弟子 加上报信的一对人马 入山分批找寻 索性那女子没有跑进深山 卫英她们找了约莫一个时辰 就看见此女 站在一块山岩顶上跳舞 众人在下面怎么叫她 都没见她半点回应 就像听不见一般 只管跳自己的 卫英无法 只能爬上山岩 女子的母亲 一个大婶也跟着爬上来 看见女子如失了魂 一般手舞足蹈 大婶一下哭了出来 阿燕啊 娘求你别跳了 她扑上去想抓住阿燕 却被对方挥过来的手推倒在地 卫英弹指 一点红光飞入阿燕眉心 阿燕随后栽倒 被大婶接住 阿燕的模样不像一般的低智吃啥 从她的舞姿就可以看出 吃啥可学不会这么复杂的活 纳舞看的卫英很是不舒服 她上前询问 大婶 你女儿这是怎么了 大婶抱着阿燕坐在地上 抽抽耶耶地说 都是我们的错 卫英一句话打开了大婶的话匣子 她一股男儿把自家的事往外倒 据大婶说 她家里人丁丹薄 和夫君成亲多年 也只有一个女儿 还是个昆泽 想着这个女儿以后 也是要被高门大户抓走的命 他们就想尽力满足女儿的愿望 阿燕不像别的女孩子 喜欢华府美长 腌制水粉 读读对念书情有独钟 可她家只是一户普通农户 家里勉强能吃的上饭 没有多余的钱送她上学 再说了 这世上也没有哪家私塾学院 肯收昆泽学生的 世家会专门请人给自家昆泽教学 平民没有加入的可能 后来打听到岐山专门给昆泽开了学校 学费减免 还包吃住 我们就送她去了 担任昆泽学校主管的不是别人 正是温家的二公子 温潮 不用大审描述 卫英都能想象得出温潮的嘴脸 温潮在昆泽学校说的最多的几句话 昆泽就是前缘的附属品 不生孩子的昆泽没有活着的价值和资格 你们要先学会昆泽的本分 不听话的统统拖出去打死 进了学校的昆泽所学全是如何取悦前缘 如何更好生孩子养孩子 如阿烟的舞就是其中的一项 学校的老师则是不停把所谓昆泽价值 昆泽本分灌输给学生 谁敢提出反对意见 统统严厉惩罚 没有背景的昆泽学生 还时常被拉去伺候 以温潮为首的温家前缘 每个学生回来都是伤痕累累 阿烟虽然是昆泽 但属于信箱等级很低的那种 他的信箱完全不适合拿来做安抚 因为没什么用 但是温家前缘有的是办法 他们给阿烟这种低级昆吃药 药的效果有点像 为婴母亲吃的那种禁药 但是没有那么大威力 不会引起前缘发狂 却能将低级昆的信箱 最大程度地引出来 多次服用这种药物 阿烟的信箱线体超负荷运作 如今已经完全废了 他今后不能生子 身体还会很虚弱 在昆泽学校待了两年后 阿烟彻底废掉 再无利用价值 被学校赶了出去 有同乡好心人把阿烟送回家 父母这才知道女儿 在骑山遭遇了什么 此时的阿烟已经疯了 认不出父母亲人 成天不是跳舞 就是闹着生孩子 大婶哭得声音嘶哑 若早知道我死也不会送他去那个贤德堂的 魏英心中一震 他曾经听过这个名字 当初温潮跑到兰家 在拜里现场就逼问兰西辰 何时开贤德堂 魏英还疑惑过贤德堂是个什么东西 但后面事情纷至踏来 让他把这茶给忘了 原来 所谓贤德堂 就是把昆泽集中到一起 灌输生孩子 和取悦前缘的观念 最终达到从精神思想上 彻底掌控昆泽的目的 魏英只觉得毛骨悚然 他一直以为对昆泽而言 昆泽买卖是最可怕的事 可是今天他才知道 他错了 贤德堂才是 大婶说 贤德堂不止骑山有 别的地方也有 想来是依附的世家 或者不敢在明面上反抗的 迫于温室威压办了昆泽学校 已经不知道毒害了多少昆泽 兰家是先门教育大家 如果当初兰西辰没有拒绝温潮 拒绝温若寒 把贤德堂真的开起来了 后果将不堪设想 以后昆泽就会变成心甘情愿 被奴役被欺辱的对象 变成一群上赶着把自己脖子 送到屠刀下面的鸡鸭猪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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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